这是号称湖北省最缜密的案件 完美的作案现场 完美的作案时间 作案后的瞒天过海 倘若不是嫌疑人的妻子露出马脚 警方或许根本难以将凶手抓获 而这起案件背后的离谱 倘若你不看到最后 你都不知道凶手的作案动机有多么荒唐 跟着张三来探案 人人都是大侦探 时间2015年11月4日 地点湖北省建石县东平村 这天一大早 村民们便不约而同的和当地派出所的民警聚集起来 因为他们正在搜寻一个失踪的女子 但奇怪的是 该女子又是土生土长的本地人 按理说她迷路走失 或是不慎坠崖的可能性似乎不大 但奇怪的是 偏偏在昨天晚上 该名女子就离弃失踪了 据悉失踪女子名叫陈某 是村里邻场聘请的吹市员 平日负责员工一日三餐 但据邻场的负责人反映 陈某失踪那天 是正常七点钟下班的 但由于邻场的交通非常不便 因此陈某每天都要花十几分钟时间走路回家 不过自从陈某在邻场上班这些年里 陈某从没有迟到过 但今天很奇怪 陈某居然没来 打电话也没人接 而陈某一没来上班 二没有提前请假 这让邻场的大家都很奇怪 毕竟一个厨子的失踪 那可是关系着整个邻场员工的肚子 为此 邻场的负责人便安排人去陈某家中查看 但却发现陈某家中大门紧闭 莫非是他昨晚根本就没有回家 又或者是他在今天一早就离家外出了 据悉 陈某平时都是独自居住的 因为早年丧夫 他带着一双儿女艰难度日 在九年前曾与同村的老吴组成了家庭 但是生活了几年之后 两人却因为性格不合分开了 尽管如此 在陈某失踪后 吴家人也还是积极的在帮助寻找 因为他们知道陈某既些年生病了 也是害怕他是不是因为生病的原因在那晕倒 因为就在前两年 陈某在一次医院体检中 不幸被检查出肺部患有肿瘤 陈某四处求医问药 但结果却不尽人意 最终在医生的建议下 他的女儿陪同他前往了武汉医院 将这颗肿瘤给切除了 但能否康复却依旧是一个未知数 而如今悲剧不幸的他 却再次悲剧加深 陈某的失踪 也让众人怀疑是不是陈某想不开 但陈某的女儿却坚信 母亲的失踪绝不会是因为这个 因为本来早年丧夫的母亲 都依旧将自己和弟弟拉扯的 但又岂会因病而想不开呢 而陈某的失踪 也让现场的民警怀疑 陈某是不是遇害了 尽管众人心中其实已经有了陈某遇害的答案 但警方还是得凭借死要见人或要见尸的信念 势必要找到失踪的陈某 直到搜寻的第二天 终于有人在悬崖边发现了一个带血的编织袋 而随着这条线索的出现 警方开始了新的一番搜寻 终于在距离山崖下的200米处 发现了陈某的尸体 除了他这个头部受的有这个顿气的这个伤以外 那么他的这个颈部有内痕 通过最后尸检呢 来看呢 他的直接的死亡原因 应该是这个机械性窒息死亡 而村民之前的猜测也证实了陈某竟然真的被人谋害了 不过有一点很奇怪 陈某的尸体是被人用绳索捆绑着 形态显得十分怪异 尤其是在颈部 更是被人用麻绳捆绑数十圈打了死结 显然凶手似乎与被害人有着极大的怨恨 以至于将脖子缠绕数十圈后 还将被害人其他部位都给捆绑了起来打了死结 显然就是生怕陈某死不掉 而根据陈某的死样 警方推测发现陈某的地方应该只是抛尸现场 而非案发第一现场 且嫌疑人士拥有交通工具 在别处将陈某杀害后 再来到悬崖边抛尸的 再结合陈某身上有大量的绳索捆绑 警方推测嫌疑人的作案工具有两种 随即侦察员对东平村及附近的几个村子展开了走访 试图寻找可疑车辆 与此同时 他们还对发现尸体的地点进行了覆盖 忽然就在位于陈某尸体上方几十米处 民警发现了一个被楼 经过检验 被楼上的血迹正是传谋的 而如今确定嫌疑人是使用被楼进行抛尸的 那么警方就可以凭借抛尸工具进行进一步的勘察 随即警方拿着被楼开始寻找 并通过村口情报局得知 抛尸的被楼都是出自于村里一位叫老杨的手艺人 于是警方带着被楼前往这个叫老杨的家中 经过老杨辨认 老杨一眼就看出 这就是自己卖给陈某的被楼 那如果这个被楼是陈某自己家里的 那作案现场会不会就在陈某家中 带着这个疑问警方在陈某女儿的带领下 前往了陈某家中 但遗憾的是勘察的结果 却让侦察员十分意外 也没有在他家里发现大量的什么 作案工具啊或者血迹啊 或者打斗之内的这些痕迹都没发现 在经过反复的勘验后 陈某家被排除是案发现场 而在随后的几天 法医给出了事件报告 陈某的死亡时间是在他下班之后的几小时内 确定了死亡时间 侦察员便按照这个时间段 对案发当晚的村民进行一个走访调查 看有无目击证人 很快在两条腿的走访下 侦察员很快从本地村民获得了一条重要线索 一味叫小陈的村民反应 当天晚上七点 也就是陈某下班的时间段 他在驾车回家的路上碰到了一件怪事 那就是在突然在黑漆漆的公路上 突然出现了两个人 起初小陈还以为对方是拦路抢劫的 不料在将车缓慢的开过时 对方却并未动手 反而用手挡住了自己脸 随后小陈便心有余悉的赶忙驾车离去 而随着这条线索的出现 立刻引起了警方的注意 难道这两人就是杀害陈某的凶手吗 倘若凶手果真是这两名男子 那么他们杀害陈某的动机究竟是什么 于是警方再一次对陈某的社会关系 进行了一个调查 看是否是仇杀的可能 而通过村支书的反应得知 陈某这个人脾气比较好强 但是为人又比较仗义 曾在几年前帮跟他关系十分要好的邻居 照看房子和田地 不过也是因为这一次的热心肠 让他卷入了一场纷争 另外他们村里的一户姓雷的这户人家 姓雷的这户人家呢 就想这个占这个姓詹的这户人家 他在看房子这家的这个一块地 一块地的时候呢 这个姓詹的呢 就不同意就跟这个姓雷的打官司 被害人呢就做了一个证明 就证明这一块确实是这姓詹的家里的 而不是姓雷的家里的 这样这个姓雷的呢 就对这个贝海人呢 产生了怨恨 他呢 因为偏向塞过是说这个公道话 别人就觉得偏向人家的 果不其然 陈某从此摊上了麻烦事 没过多久 他家门前的公路被人挖断了 也为他帮张某作证后 另外一个雷某家就对陈某心生埋怨 于是便将陈某上班走的公路给挖了 并且不让陈某走这条公路 可陈某气不过 他多次到村委会反应问题 两家的关系闹得十分紧张 好多亲戚都劝他 大不了不走这条路 不过陈某还是气不过 当即又去报了警 最终在几番调节之后 陈某家门前的路终于被修复了 可是这场风波却并未结束 后来陈某竟然也如法炮制 学着雷某挖路 只是他挖断的 却是此前和他共同生活过的老吴家的路 也为他觉得 自己身为你的前妻 你不帮自己就算了 还支持别人挖了自己的路 而也是因为这件事 陈某与老吴一家又闹得不可开交 村干部曾多次给双方进行调节 而在调节下 陈某给出了这一个方式 那就是这条路 其他任何人都可以走 吴某的儿子小吴都可以过 但是老吴不行 哪怕你齐磨拖宰着老吴 也是不行 可奇怪的是 老吴与陈某毕竟夫妻一场 可是他当初为什么没有站出来 帮助陈某说话 反而帮助雷某 这两人之间究竟有着怎样的矛盾 据调查 多年之前老吴的妻子离家出走 只留下父子两人相依为命 日子过得十分艰难 后来老吴与陈某组合了家庭 生活中老吴他是肯干少洋寡语 但是陈某性格泼辣 做事风风火火 他们在一起生活的时候 也经常争吵 不过争吵的一方都是陈某 老吴虽然不会主动挑事 但是心中的不快却慢慢积载下来 而两人最激烈的一次冲突 还得从陈某生病之后 说起当时为了给陈某做手术 老吴拿出了两万的存款给其治病 但是等陈某刚一出院 老吴却突然提出了要外出打工 其目的则是为了为儿子挣一些结婚的钱 但陈某不愿意了又对其一阵数落 而这一次两人又再次发生了激烈的争吵 就这样老吴在陈某的骂声下 外地打了一年工 返乡后 他带着儿子直接住回了自己的老房子 算是与陈某彻底分开了 此后没多久 陈某便挖断了老吴家门前的公路 两家人的矛盾愈演愈烈 陈某的死会不会与老吴存在着关联 带着疑问 警方又前往了吴某家中询问 因此老吴一家完全没有作案的事件 与此同时 针对此前村民小陈反映的两名男子的调查 也有了结果 可既然不是这两名男子那会是谁 于是警方再次重新审理走访下的线索 最终还是将怀疑的目光放在了老吴一家人的身上 按照老吴和小吴此前所讲述 陈某失踪当晚老吴在自己房间里用手机玩游戏 而小吴和妻子则在客厅打牌 且三人在十点钟左右就全部睡觉了 显然这样的说法太过一致 于是警方便在第二天找到小吴的媳妇再次进行一个了解 果不其然 就在这一次的反复询问中 警方从小吴妻子套出了新的线索 据小吴妻子反映 当天晚上小吴父子是在晚上八点就出门了 并且叮嘱儿媳如果有警察来问 就说他们从未出去过 这显然和之前两人与警方所反映 案发时间他们在家中玩手机打牌这口述不服 就这样老吴和小吴很快被抓获 两人也很快交代了他们杀害陈某的犯罪行为 并拿出了二人行凶时使用的作案工具 可两人为何要杀害陈某呢 皮裤套棉裤三个说缘故 原来还是的从之前陈某挖断他家公路说起 因为在此之前就陈某就咒骂自己外出打工一事 而就这样他对陈某的种种行为感到气愤 但心中又过不去这口气 于是他便想要报复陈某的事情告诉了儿子 于是在案发当晚 两人来到了陈某家房后潜伏了起来 就在陈某走到院子准备打水的时候 他们冲上前用锤子敲约了陈某 接着用绳子将陈某脖子死死的捆住 又将其装进了编织袋 接着将其放进了陈某家的备楼 此后有小吴背着备楼到悬崖抛尸 而老吴在家中就接水 然后拿着扫帚把整个院落血迹什么的都清扫干净 随后又顺手将其房门锁好 回到家后又让家中的妻子根据他们的说法来回答 可他们千算万算 没想到妻子最终露出马脚 直到被捕后两人才开始悔恨 而两人被抓适 小吴的妻子已经怀孕七个多月 当然如果有后悔药 那还要法律有何用 而两人也会因为自己的一时冲动而受到法律的惩罚